爺爺 你在想什麼呢? 富士山 爺爺我年輕的時候爬過富士山了 爺爺年輕的時候挑戰過富士山嗎? 我當時不顧你奶奶的勸阻 一個人說走就走地去挑戰 一路上雖然艱辛 但戰勝富士山 將富士山丁踩在腳底下 看著日出的感動 是爺爺我的ONE PIECE啊 KAKOI 欸媽 我想爬富士山 爬山橋 你是不是聽爺爺有這麼亂胡亂說爬過什麼富士山 他根本只缺過金山 是鴨肉吧 不管啦 我就突然想要爬富士山啦 你不要被爺爺給爺爺配到啊 而且爬富士山很危險啊 阿民 我不准你去 媽媽大笨蛋 你不是應該很感謝教授說 好啦 阿民讓你去吧 媽 沒有啊 可惡 解一個是 東南旅行社 一堆人也可以報名 專業團隊帶你上山 來你 解 解一個是 媽媽的紙條 阿民 媽媽幫你報名爬富士山了 你放棄的去尋找你的ONE PIECE吧 媽媽 為什麼突然讓我去呢 我知道了 是爺爺 是爺爺壓住媽媽的手 讓媽媽寫下這句話的 阿 阿民 快去 我壓住不了你媽媽太久 阿民想了沒 媽媽快掙脫了 爺爺加油啊 阿民 你快去吧 快去挑戰富士山吧 沒問題 富士山我一定會戰勝你的 你在我的雄心壯志之下 只能算是一座小山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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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呵哈哈哈哈 笑三小 看完以上的短劇 同學們都知道 笑三小這句成語的由來了嗎 這句成語的意思就是 不管面對多大的挑戰 只要用笑容去面對 都可以迎刃而解喔 這是不是一句很棒的成語呢 我們一起大聲笑三小吧